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MRE的一個設定的教學 那其實本身MRE已經蠻簡單的使用 那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些小技巧 那我們先選台北火車站二樓來做介紹 地圖載完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邊看到的地圖就會是最終User看到的地圖 不管是安卓或是iOS 那它的顏色的呈現方式都會是一致的 那在左側欄的這邊 就是會把所有的我們剛剛有教學過的 所有的Render的名稱list出來 那這邊list出來其實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譬如說我現在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這中間是綠色的 又是center store 那我們現在就點選center store 好 這時候在右邊就會出現 它的設定的一個區塊出現 那這邊有幾個東西要留意 就是說當你預設是只看read only 是沒辦法進行設置的 那在左下角這邊 你必須要把lock把它點開 之後才可以進行設置的動作 好 那這邊有幾個要留意就是level 所謂level意思是說 你希望這個region在什麼樣的level顯示出來 那目前目前的這個 目前的level在左上 左邊有顯示在level是20 好 那地圖越小 它的level也會跟著越小 現在這是18 好 那假設我們希望說 這個region是在20才顯示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設定在20 OK 那所以可以很明顯看到 現在level18我們是看不到這個region的 好 19也看不到 20才可以看得到這個region OK 那同樣的下方的 這塊region它顯示的文字一樣也可以去設定 這level19的時候會顯示這個文字 那所以你剛才可以看到現在19可以顯示文字 但是它的region是在20才會顯示出來 OK 那你也可以去設置 它的這個區塊 它的這個透明度 或者是它的邊 對 長的顏色 我們都可以去進行一個設置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設成粗一點 好 或是錯課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很簡單透過去設定這個 讓它看起來呈現立體感 或者是一種卡通的感覺 那文字的部分也是一樣的方式 可以設定 OK 那一旦設置完之後 按一下上傳 OK 它就會把這個render上傳上去 那如果你是設定多樓層的一個render 也就是說你這裡調好了 你希望套用到其他的樓層 那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直接把 按右上角 按Safe Render 把它存成 存成另外一個render 假設這叫台北火車站2F 那這時候你可以再開啟其他的地圖 然後你把它 你再點這個 你把它呼叫出來 台北火車站2樓 它就可以顯示 就是讓那個地圖去套用 這一個你設定好的render的描述檔 那各位這邊要留意就是說 所有任何 不管你有沒有去 要更改這個 render的樣式 你都需要經過mre 過水 所謂過水的意思是說 你map.xml上傳之後 你一定要回來mre 好 再按上傳的動作 這樣子它才可以 它才會把裡面的一些navi等於true的region 能夠做一個更新 OK 以上大概就是mre的一個講解 OK OK